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插入排序算法。 我们在一般的面试题工作当中,插入排序它也是我们经常要考的一个知识点。 插入排序它是一类借助插入进行排序的方法。 它的主要思想就是每次将一个带排序的记录按照它的关键码的大小插入到一个已经排好序的有序序列中,直到全部记录排好序为止。 对于我们的插入排序我们分为两个,一个是直接插入排序,一个是吸二排序。 第一个,直接插入排序,第二个是吸二排序。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直接插入排序。 直接插入排序的话,它是插入排序当中最简单的排序方法, 类似于玩纸牌的时候,整理手中纸牌的过程,就是我们直接插入排序。 它的基本思想呢,就是依次将带排序序列中的每一个记录插入到一个已经排好序的序列当中, 直到全部记录都排好序为止。 在我们的直接插入排序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包括两个,第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如何构造初始的有序序列。 如何构造初始的游戏序列。 第二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如何查找带插入记录的插入位置。 如何查找带插入记录的插入位置。 好的,关于我们的排序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将整个带排序的记录, 将整个带排序的记录,序列划分成有序区和无序区。 初始的时候呢,有序区呢,为带排序记录当中,序列中的第一个记录, 无序区包括所有剩余带排序的记录。 第二个呢,是将无序区的第一个记录,插入到有序区的合适位置当中, 从而呢,使无序区减少一个记录,有序区增加一个记录。 好的,关于我们的直接插入排序算法呢,我们来给出它的C++实现代码。 直接插入排序算法。 Void,InsertSought,参数,代排序序列,2,参数N,长度。 函数,函数题里面呢,我们是通过FOR循环来进行到这个直接插入排序算法。 FOR,当然我们,I需要在前面定义,I,Int,I,FORI等于几呢?I等于2,I它小于等于N的时候呢,就满足我们的循环条件。 让循环往下走,I进行自家,循环体里面的话呢,我们首先呢是暂存,代差,关键码,设置哨兵,暂存,代差,关键码,设置。 哨兵,设置O,这个R0呢,等于RI,OK,暂存,然后呢我们来,寻找,插入的位置。 选找,寻找,寻找,插入的位置。 FOR,我们需要定义一个G,Int,G,FOR,G等于I-E,20,小于RG。 则,这下讲,方学华体里面,我们就记录后仪。 记录后仪。 R,G加1,等于RG。 OK,最后的话呢,我们记录之后呢,最后呢,我们就设置,RG加1,等于R20。 这就,通过它呢,就完成了我们的直接插入排序算法。 在我们的直接插入排序算法当中呢,直接插入排序算法呢,它是由两层嵌套的循环组成。 外层循环呢,它要执行N-1次,而内层循环的执行次数呢,它取决于这个,在第一个记录前,有多少个记录的关键码,大于我们的第一个记录的关键码。 在最好的情况下呢,代排序序列为正序,每趟只需要,与有序序列的最后一个记录的关键码,来比较一次。 移动两次记录,总的比较次数呢,为N-1,记录移动的次数呢,为2乘以N-1。 我们的直接插入排序算法呢,它是一种稳定的排序方法,直接插入排序算法,它简单并且呢,容易实现。 当序列当中的记录基本有序,或者说是代排序记录较少的时候呢,它是最佳的排序方法。 但是呢,当排序的记录个数较多时,大量的比较和移动操作,就使直接插入排序算法的效率大大的降低了。 好的,这是我们关于插入算法当中的,直接插入排序算法的讲解。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锡尔排序。 锡尔排序,它是对直接插入排序的一种改进。 改进的着远点是,有两个。 第一个呢,它的改进着远点是,如果带排序记录,按关键码,基本有序。 排序,则直接插入排序的效率很高。 第二个主要点是什么呢? 由于直接插入排序算法简单,则在代排序记录个数较少的时候,效率也很高。 而我们锡尔排序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先将整个带排序记录的序列分割成若干个子序列。 在子序列的内部分别进行直接插入排序。 在整个序列基本有序的时候,再对全体记录进行一次直接插入排序。 在我们的锡尔排序当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关键问题,包括呢,两个。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 应该如何分割代排序记录? 应该如何分割代排序记录? 才能够保证整个排序,才能保证整个序列。 逐步向基本有序发展。 基本有序发展。 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是子序列的内部如何进行直接插入排序? 子序列内如何进行直接插入排序? 我们问题一的解决,如何来分割代排序的记录? 子序列的构造,它不能是简单的阻断分割,而是将相距某个增量的记录组成一个子序列。 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在子序列内部分别进行直接插入排序后得到的结果。 它是基本有序,而不是局部有序。 而解决问题二呢,就是我们子序列内部如何进行直接插入排序呢? 就是在每个子序列当中,在插入记录和同一子序列当中的每一个前一个记录比较的话呢, 就是在插入记录RI的时候呢,从我们的RI-D起往前跳跃式的插入,带插入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解决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我们的希尔算法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这个C++的实践。 希尔排序算法, Void, ShareSource。 好的,函数期里面的话呢,首先呢,我们是以增量为D,进行直接插入排序。 以增量为D,进行直接插入排序。 当然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增量D, 硬头D, FOR,D等于N除以2。 如果D大于等于1的时候呢,满足我们的宣华条件。 我们就让D等于D,再继续除2,它就一直除以2,除下去。 FOR 宣华体面里面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呢,是暂存被插入记录。 暂存被插入记录。 R0 等于Ri。 呃,不是,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进行第二重循环。 FOR,我们选定一个硬头I。 I 等于 D加1 I如果小于等于N的话呢,满足条件,I加加。 FOR 宣华体里面。 首先呢,我们 就是二重循环的第一步呢,才是这个暂存被插入的记录。 R0等于21,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第三层循环,就是记录后移第一个位置。 FOR G等于I-D G 大于0 按的 R0 小于R1 小于Ri RG 则呢,我们的这个 G 等于 G-D FOR FOR 选华体里面呢,就是第三层选华呢,我们是 记录 后移 第一个位置 我们就让什么呢? R G加D 等于RG 等于RG 而在它的 第二层的最后呢,第二层选华的最后,我们就让R G加D 等于R0 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希尔排序算法的C++实现代码。 在这个希尔排序算法的时间性能,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是索取增量的函数。 有人呢,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呢,指出,希尔排序的时间性能呢,呃,它呢,是位于N的平方,和,呃,N乘以Log2N次方之间,而当N,在某个特定范围的时候呢, 希尔排序的时间性能,约为什么呢?N的1.3次方。 希尔排序呢,它只需要一个记录的辅助空间,呃,用于什么呢?暂存,当前,插入的,记录。 而希尔排序呢,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排序方法。 呃,我们的这个,直接插入排序呢,它是一个稳定的,排序方法。 好的,呃,关于呢,我们的, 呃,插入排序呢,就讲解这些,包括呢,呃,直接插入排序和希尔排序,两个知识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作业。 根据,希尔排序,算法的知识点,和,代码。 写出,希尔排序算法的, 为代码。 就是,通过我们的作业呢,来增加,大家对希尔算法的,希尔排序算法的理解,以及对希尔排序算法的,逻辑思维的思考。 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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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